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了嗎? 你OK 我OK 今天有三件事想回應 第一講講新鮮熱辣 沙中線航錦站剪鋼筋 這是鬧劇 現在鬧到哪裏 警方早前拿了六支 剪了出來發言失言 結果出來了 有兩支未經接駁 應該就剪短了 另外四支的結果是怎樣呢? 給大家看看 四支原本扭進去 34、28、29、34 外路就是這樣的數 外路這些數是等於 0個毫米、6個毫米、14個毫米和10個毫米 好嗎? 實際警方梁鐸出來扭進去那一部分 嘩!真是很漂亮 很漂亮 漂亮得厲害 39、40、40、40 這個39可能只是他看花了一點眼 全部40 好了 清水變成雞湯 即是說 全部肥老的東西 全部合格 這個合格不只是用37毫米 移了龍門那個 用40 原本人和畫 合格的標準是45 原來用高一點的標準 都 全部合格 是嗎? 這個是第一 但是最特別的 大家看看 警方將扭進去 做了40個數字 我將它加起來 還未扭進去 那些螺絲紋的長度 走出了什麼怪雞的東西呢? 就是這四支鋼筋 你量它那個 樓紋的長度 出了39、46、54、50 不斷地抽四支 四支的樓紋 竟然是不同的 那你把這些數除了四 你就看到應該是 有些八個樓紋 有些九個 有些十個 有些十一個 好了 如果這個是屬實呢 我現在的看法很簡單 原來整件事情 的罪灰禍酒 很可能就是人禍 他做的那些 搞雞呢 參之不齊 根本沒有一個標準 來到工地 那些工人就不知道怎麼扭 好了 我一個工人 拿著一個54的 這個傻子來的 拿著一個54的 他不知道怎麼扭 扭了下去30 就露出了14 其他聰明的那些 就不想露出的嘛 那你給我54 我怎麼扭啊 那就剪了 是不是 所以前線工人就說 你告訴我 要扭進去 扭到剩下兩個樓紋 你就弄一支給我54 長的 那 沒有法子 我剪了 他不覺得有錯 我表面呢 是一個這樣的 事項 那就是說整個鬧劇 如果向好的方面想 全部一手一腳 就是人禍做出來 禮頓就不去監管那些搞雅 廣鐵就在睡覺 工人呢 就當災 在那裡很辛苦地扭扭扭扭 扭不到錢 因為趙竹那本天書做的 OK 所以呢 人禍這件事呢 要背好重飛 那我想說很簡單的 你還中超聲波什麼鬼呀 剛剛有議員問局長 他還在說跟專家研究 你這個超聲波是廢的 這個廢柴儀器 由28可以變40 搞到我們 每晚都在等他的報告出來 接著就 哇 一大輪的分析 接著個個在那裡 亂了陣腳轉龍門 嘩死了 現在去到40 轉轉轉龍門 改24 30 接騰了香港 整個月 一月份 2019年一月份 全香港都記得 慢慢等於報告出來 原來呢 那隻機是廢的 很簡單的 還在跟專家開什麼會呢 渴停它 丟了隻機 繼續抽氧檢查 抽了一支 就剪一支 抽了一支 就剪一支 之前那一百 不知道多少錢 現在去到 全部都剪出來 再抽個尾數 去到一百六十八 全部拿去實驗室 如果這麼巧 全部扭進去 大部分都是40 的話 那就很簡單 這整件事情 整件事情 應該是鬧劇 是吧 香港的信譽又沒有問題 那個石神又 原來什麼事都沒有 家庭也不用 那一定是有剪的成份 那剪呢 原來呢 都是值得原諒的 因為它扭不進 那扭不進 那扭不進怎麼辦呢 那就剪了 那就不是做假 騙錢 追時間 這個就是最好的結果 那我也希望是這樣 不用香港在國際被人笑 所以現在不用浪費時間 全部剪出來 去驗 然後看看真相是什麼 如果這樣看 就很容易看 這就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在講四千元派錢 我新界西呢 住二百萬人 有百萬人 多一些 就是在屯門 元朗天水圍的 那麼呢 他們呢 就去我們地區辦選 就吵得很厲害 他說現在我去拿錢呢 我就要去觀塘 或者將來多一兩個地方 那麼這幫人呢 全部都是六年前呢 全民派錢的時候 有份拿的 當時呢 就是全香港一百二十四個 郵政局都可以拿 那麼新界西呢 就有三十一個郵政局 就不用全部去過幾個地方 那麼很多人都知道 都是基層的啦 你要搭架車來回幾十五元 是不是 他拿的那筆錢 可能是幾百元 他就搭車幾十元 那麼有些人就跟我們說 喂 你派錢派賣給九八 派賣給港鐵嗎 那樣 接著呢 那些市民就很怒氣 又說 喂 為什麼呢 陳茂波不夠壓力啊 諸如此類的那些什麼 那麼有件事情 我很不明白 上次派六百萬人 是目標 今次三百萬人 不是三十萬 不是三萬 是三百萬 那為什麼上次有一百二十四個郵政局 今次一個都沒有呢 整件事情派錢 給我的印象呢 是只有陳茂波一個想做 其他所有政府部門呢 好像都不是好支持的 那麼就 等他一個人在那裡 拿著一個在職的 津貼的辦事處 一個人在那裡派給幾十萬 幾百萬市民 只有幾個辦事處 是吧 所以我現在跟政府說 強烈要求他 不要再被人罵了 開回所有郵政局 這個第二點 那麼最後一點呢 就想說 流感以後永遠都揮之不去的了 每年有兩個高峰期 每一年就有兩次 就醫護人員去示威 跟著就罵爆 我膽敢告訴大家 你未來幾年都是這樣的 那什麼意思呢 對不對 現在基本上大家看得出來 是根本人手不夠 那麼多年就不夠醫生 現在開始呢 醫生和醫學會都說 應該開始研究外援了 無論是聯邦制度也好 新加坡模式也好 開始要想 引進外面的醫生來 那麼當然 今時今日我們公立醫院的狀況呢 如果有個人看完一個 錄影片呢 他連機票也不敢買 怎麼會來呢 那麼首先我們要搞好一些環境 我知道現在有個很大的問題 裡面的醫生跟我說的 就是說呢 現在大致上公立醫院 有二萬八千張病床 OK 內科就好像是九千左右 但是涉及這些 就是叫做 常常有這個 突發事件發生 譬如流感這些 大約有六千左右的病床 是跟他有關的內科 那麼每次高峰期呢 基本上他們應該要多一千張病床 現在問題呢 那些千張病床 就全部塞在 原本內科 那些房間的病床 那些病床 塞到爆了 那麼醫生做事就慘了 儀器又沒有 又逼又悶 又悶 那麼外面的醫生來到 阿水跟你做嗎 是不是 嚇死人了 那麼所以其實 兩項要做的 第一呢 我覺得林鄭 其實 無論現在社會怎麼說他 我還是覺得他是一個有承擔的人 他肯面對這種難處 但是暫時 他可能避一避這些風險 但是我真的希望他出來 抓住所有 醫護組織 去談一談 有沒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去引進外援 同時間呢 在公立醫院呢 就開始要加地方 加儀器 最好呢 其實呢 每一個醫院 那些不同的地方 可以有一個空的流程 其實很簡單 你一個空的流程 有病床 有儀器 每一個部門 有突發事件 他們不用迫在自己的部門 可以去一個新的地方 那麼首先 在那裏從醫那個都舒服一點 不用被人迫爆 那麼如果將來 又多了一些人 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有 緩衝的地方 不要每一串都用光 留下空位 留下空床 哪裏有突發事件 你就給那層你用 跟著呢 又再加上 有些外援來呢 我覺得香港其實 公營醫療是應該走這條路 空間又要 設施又要 人又要 這樣我們才可以搞定 未來這些種種的不滿 對吧 那我真是相信 特首應該覺得這件事 是可以接受挑戰 即是接受這個挑戰的 那我也鼓勵一下他 不要因為最近 講錯了兩句話 又搞到轉一次又一次 好像覺得 I can never please you guys ok whatever I do 不要這麼想 特首 ok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 都是 無論你 意願是怎樣正確 理念是怎樣呢 聽過的人 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那 人都會面對這些問題 希望你不要太過賞心 繼續去面對香港這些 棘手的問題 至少你三歲分流 無論別人支持 是否罵你 至少你肯拿出來 好過以前 沒有人敢拿出來 電子路路收費 我也支持 你也要拿出來談 這些全部可能都不適合聽的東西 那麼特首你繼續努力 特首你繼續努力 任何問題 你見到現在的4,000元 財政策 和選擇 任何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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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後 124仗uffle 開た法 何財政策 nichảo 有31仗unal 對 而 北海 PD chap 菲 reinforcement office to handle these things and they actually only have three or four offices in the whole of Hong Kong all right now you're talking about people six years ago collecting six thousand dollars at a nearby post office to today some only collect a few hundred having to take MTR or KMB back and forth all right not to mention the fare also the time loss that to collect an amount which is a lot lower than what it was six years ago six years ago so people compare all right and they were very how should I say it very agitated right so I really hope government can basically just open up all the post office all right because this time 2.5 million people are the target so which is half of six years ago so that's the first thing and I believe they will open more cash collection point but as far as I'm concerned just go to the post office forget about finding an office here and one there all right just repeat what they did six years ago with regard to medical now there seems to be increasingly the possibility of different stakeholders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willing to deal positively with looking at some kind of a scheme to allow Commonwealth medical practitioners to come to Hong Kong to practice may be limited only to the public hospitals without taking the test all right and I believe this is a good sign all right most people react positively in times of crisis without prices everybody try to got their own turf so it is a good step also the voice I here from the frontline is that space is also very cramped basically all the hospital they use every square inch so basically if you have some kind of a flu outbreak all right there's no extra bed or space or equipment to make the the doctors and the nurses job a little bit more humane all right so I think what government needs to do in the current hospital or the future public hospital to leave some empty floors with beds and equipment and don't use them regularly so these become buffer space and buffer capacity for various unexpected outbreaks coming from you know whatnot all right so if you can improve the overall condition in public hospital then overseas practitioners will find it more we will be we will may find it more favorable to consider coming to Hong Kong so it takes two to tango if you want them to come in you need to improve the condition at the public hospital in Hong Kong and I think that can actually that should be a way forward in the long run she at the heart she is very principle centered she is fearless I'm not sure about whether the last quality is actually all positive but I think she is someone who who wants to get things done I rather see somebody facing challenges right on than those avoiding it just to keep safe and uphold a very high popularity rate I rather somebody dealing with issues head off she wants to deal with readjustment of the tunnel fares she is now looking at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very one of these things okay will always get some part of the committee upset but that's what we need achieve exactly to do the only thing I would suggest that so so I am all out to encourage her not to let these hiccups all right but one thing I think she also realize is that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is about the balance between principal and flexibility right is between using the hair and the heart I think most of all of these people are 多些人用太多錢和太多錢 有些人用太多錢 然後他們把錢拿走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意思 然後他們把錢拿走 然後他們把錢拿走 那是太多錢和太多錢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錢 they should dump that stupid machine now look at it a difference of 11mm right it's a fast dump that machine continue with the sampling inspection cut everything out take it to the left all right and give us 168 steel bar reports that reflect the actual condition there i think the truth lies in those 168 samples after they are twisted out all right all the truth lies in there i have heard numerous rumors about frontline cutting bars the one thing that always baffles me is so what is the motivation why would they do that right nobody stands to gain anything now there seems to be a possible answer right one possible answer is that closer make these bars with varying length of tracks and pitch so when the frontline try to twist something in with let's say 54 right how can that person turn something in that measures 54 and leave only one or two threats outside so then to them it's very simple all right i just cut it and there's no you know concern about safety because if i cut it then i fulfill the original spec i mean the guy was just making the threat threat too long now if that is indeed really the reason behind people cutting threats cutting the steel bars then this is the best outcome for hong kong all right these things did occur it's because of one one single reason all right the structure probably should be reasonably safe all right so we all learn a lesson i mean so i think the police taking away these four bars so far with these results share a lot of light thank you to how we should proceed in the next couple week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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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